这节课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用PS修复这种液下腹乳 咱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因为这块区域的话它是粘连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我这个时候找到液化工具去推 我动一边的话另一边也会发生改变 那我们说一下正确调整它的思路 首先是先用液化工具把这个线条调直了 因为像腹乳和手臂二者只能保留其一 我们现在想要保留的是手臂内侧的线条 调整的时候为了保护原图不被破坏 我们需要Ctrl加J复制一个层 咱们是在复制的这个图层上做液化调整 然后从滤镜菜单栏下找到液化这个菜单命令 光标的大小是可以通过字母键P键右侧的左右括号调节的 我们将画笔的光标调节到合适的大小 也就是说画笔的直径一定要覆盖这个圆弧 离它稍微远一点的位置去推 那这个位置就平滑了 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的道理 咱们看一下调整之前与调整之后 然后回车键确定 接下来就是削减这一块 削减的时候咱们先要去掉这些瑕疵 去瑕疵的时候左侧工具栏的位置找到修补工具 使用修补工具 鼠标左键按着别松手将这个瑕疵圈起来 然后丢到正常的区域 空白的位置单击取消选择 咱们把这一块修复平整了 接下来我的思路就是单独将这一部分选出来 然后用背景的颜色去替换这一部分 选择的时候左侧工具栏的位置咱们找到钢笔工具 大家注意使用钢笔的时候一定要在路径的状态下 咱们使用钢笔工具顺着它的一个结构给它勾选 大家注意轮廓的选择一定要细致 选好之后 Ctrl键加回车 将这个路径变为选区 路径变选区之后 咱们选中刚才复制的这个图层 Ctrl加J复制两个层 底下的这个层是作为轮廓的 选中上面图层 按照Alt键不松手 在两个图层中间线的这个位置单击 就可以向下创建剪贴蒙办 这样做的目的是 不管我这张图怎么变化 它始终都是在这个轮廓之内变化的 然后选中上面的这个图层 Ctrl加T自由变化 鼠标右键有一个变形 咱们使用向前变形工具 向上推动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用这种背景的灰色 去替代刚才的这块肉 做好之后回车键确定 那大家看经过填补 我这个副乳就修掉了 但是它现在并不完美 我们需要修复一下这个背景的穿帮 并且再用液化调整一下 调整的时候选中最顶层 概印可见图层 它的快捷键是Ctrl Alt Shift 同时按下加E 也就是说将刚才所有的效果 生成了一个新的图层 再次找到修补工具 去修复一下这些不舒服的瑕疵穿帮 接下来用液化调整一下 滤镜菜单栏下 找到液化这个面板 咱们一样的使用向前变形工具 适当调整画笔光标的一个大小 去调整一下这块区域的结构 调好之后回车键确定 以上就是液下腹乳的去除方法 你学会了吗